我们来看另外这个日元大扁 过去我们都会说 这个日币的这个受惠股 就会冲出头 这一波可不可以来找一些 日币的这个贬值受惠股 加上产业趋势向上的这些概念股 两个加总 有没有这个交集的股票呢 有 第一个 我们先定义一下 这个接下来的行情 就是我们刚刚说到 我认为第三季整体的指数 或者是之前你看到的主流类股 基本上是休息 然后他们风云再起的时间 应该是在今年的第四季 所以也就是说 对 就是最慢最慢 大概就是9月 所以9月大概是第三季微左右 这是我认为的行情可能性 那中间当然如果有一些 突发的状况的话 我们再适时的去做调整 那可能跟大家的想法不一样 因为当初指数一下子 要攻到万七的时候 很多人很兴奋 就开始喊万八跟万九 我记得我们在节目上面里面 特别提醒大家 我说这一波的行情是走在先 也就是说基本面还没有 争着复苏的时候它先动了 但是你等到第三季的时候 大家回头一定会去看 你旺季是不是真的这么旺 所以第三季的旺季时间点 反而是考验股价的时候 然后到第四季的时候 大家认为有一些要做明年梦的 甚至在配合所谓的投票行情 那个时候才会动 那日元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就是说第一个 最近日元也在扁 那是针对于美元 第二个部分的话 日元跟台币 因为台币也在扁 最近这几天台币也在扁 可是日元跟台币之间的关系的话 台币还是比日元强 所以这是分两块来看 如果我们要去做日本的 这个所谓贬值概念股的话 它基本上是要跟台币 相对的购买力有关 那整体来讲的话 我们先来看直连河南这一块 就是说它会不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改变它的YTT曲线 或者是把它的货币政策做转向 我认为不会 因为以目前来看的话 虽然通膨率CPI有高 但是要长期稳定的在二以上 它目前为止的话 还是希望能够再拎一下 那什么时间点 你会看到它的转向 我觉得就是对美金 美金对日元150左右 那现在是多少 现在是大概 这一段时间最高是143 对143到150 虽然现在的日本的央行有在出手 但是它那个只是口水在护盘 也就是竹贬的一个情形 会从143 145慢慢的 那真正的力道 我觉得力道要加强的话150 那150的话 大概就会落在8 9月 那个时候日本亚航开会的时候 才会有比较明确 所以这一段时间里面 你只要去跟台币 有没有相对比日元强 如果台币一直维持在对日元 大概是4.65到4.7之间的话 那我觉得相对的购买力 还是会出来 所以这里面包含日元贬值的受惠股 就是我们要拿台币去赴日元买的原料 或者是我们去的日本观光 或者是汽车 或者是航空 那相对来讲就会受惠 所以这边给各位做了一个定调 就是说如果你要去日本自产 如果你要出国旅游 甚至你要娶日本老婆的 你应该就是在150以前 就这段时间慢慢的去做 动数要快就对了 差不多啦 运速就可以赶快达成 如果没有对象赶快去找 就是过了150之后的话会比较辛苦 那整体来讲的话 如果以日币的受惠股的情况来讲的话 当然有很多 可是我觉得扣掉有一些大涨的 我们还是要去找一个第二季 相对来讲基期比较低 季线没有长虹 但第三季状况会好的 比如说8215的民基产 这家公司的营收很杂 因为它有电池 它有保护膜 它有很多Logosogo的东西 但是问题是它每年都很赚钱 然后它配的洗也不错 然后它的日本的你看它的原料 包含像PVA膜或者TSC膜 都是跟日本拿的 所以原则上的话付出来的台币 台币去换日币 日币变便宜了嘛 所以它这个地方的购买力就会出来 所以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 面板里面3622的洋滑 那洋滑相对来讲 也是从低档刚刚上去 它也是在做 比如说ITO这一块的ITO FIM 那它里面的这个日本的客户 包含像韦池 日冬 日久等等 那这一家公司 其实我觉得它最坏的状况也都过了 然后它最近有切入到所谓的除能 然后配合的厂商是台电 所以我举这两档的一个例子 是要告诉柯 可能颠覆大家的思维 因为大家认为说 第三季怎么会去做面板 对不对 可是你要知道就是说 等到你有一阵子再回过头去看的时候 面板搞不好又涨了一波 但不见得是面板双壶 但很可能是面板的零组件 尤其是跟日本拿原料的这些公司 OK 所以把握这个机会 现在是抢日本财 钱财跟人财这个好时间 一五零之前 好 这个蛮重要的 好 另外来看这个7月份 美国的第二季度的财报季 那么现在一般认为就是 这可能是第三个企业获利缩水 而且是疫情爆发以来最差的时候 但务极必反 最差的时候可能是最好的时候 好 这个资源要告诉大家 第二季这个谷顶有机会就要反弹了吗 对 我们有告诉大家 今年的基本面 绝对没有去年来的好 主要就是在第二季 特别是在上半年 那第一季的部分的话 你看这个Faxer他们的预估 S&P500大企业的话 他们在第一季的部分的话 平均已经下跌了2% 那么预估呢 第二季再会进一步 在平均再下跌6.4% 获利缩水算是相当的一个多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 大概我们在第二季 进入7月之后 我们不要太期待 美股的这个财报周 因为看起来的话 普遍来讲的话 表现都不会太好 但是呢 重点就在后面 这毕竟已经发生 因为去年机器的关系 去年是一路从头跌到底 所以相对来讲机器比较高 但是下半年开始 其实你会发现到 在第三季开始 相对来说 整体的一个平均获率 就会提升到多少 0.8% 虽然不多 可是后面你看到第四季 会大幅度成长到多少 8.2% 那我会觉得就是说 在这个转捩点的时候 第三季就是一个 很好布局的时候 特别配合 我们也讲过 像台股的除全席 旺季已经过了之后 第三季还有所谓的iPhone 那么AI的体材可能再出来 那多头再整并之后 我觉得在第三季的部分 反而来讲 下半年会有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机会 好第三季是一个 可以进攻的时候 好那刚刚讲到这个iPhone 我们要来看台积电 大家说我将再起到台积电 什么时候会真的再一次起来呢 我们看到现在一般 这个外资预估 台积电第三季 因为这个 在这个iPhone的 大单溢柱之下 特别是三奈米家族 渴望营收成长11% 那是不是可以说第二季的 可能就是落第三季 有机会上到 再输到六字头呢 600块有可能吗 600块我觉得到第三季 有点拼了 但第四季的可能性比较高 第四季 对我的看法还是这样 但我之前觉得 我算无一策 就是已经把所有事情 都想清楚 但没想到 华人勋的那种 来台演讲 威力这么大 对它的财报的效应 真的是没算到 所以我本来也认为 546那里的台积电 应该相对来讲 是应该要折回 但没想到后来 因为那一席的演讲 或者是财报的关系 带动了后面的那一波的AI 但是我觉得人最怕的 就是这样 因为它过了嘛 你就看很好 比如说你就看600 看650 甚至看70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又会复制 上一次688 那个时候的一个悲剧 就是又买在那个消息 很顶费的相对高 那整体来讲的话 第三季的台积电 我觉得市场上 其实是几个形容词 第一个叫做忘记不忘 这可能跟大家的想法不一样 你会认为说 AI的状况很好啊 对啊 不应该是这样子 可是事实上 因为AI整体来讲的话 就是局限在3nm那一块 但是你真正的5到7nm的话 第三季基本上是 没有特别的突出 所以我简单的帮大家来讲 3nm是不错 但是非AI的部分 它的产能利用力 拉升的还不够快 所以整体的第三季的QOQ 大概是落在9到10% 那你会说9到10% 其实很好啊 但问题是9到10% 就是前一波涨到了 快600块594 当时大家市场已知的 除非你接下来 后面还有你不知的事情 不然的话 那个594已经把9到10% 已经反映过去 但是到了第四季的时候 它的5nm跟7nm 会因为iPhone这边下单的关系 会整体再拉升一次 我觉得要往600块充 应该会比较接近那个时间点 当然第四季的时间很长 不见得是10月到12月 这段时间 搞不好是9月底10月初 都有可能 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讲 那另外一个从技术面 也支持这样的一个 基本面的一个推演 所谓的 各位可以去看台积电 这波的走势 很多人这个地方 真的就是把它看到600多700 那可是你整体的 你从日线的一个角度来看 它就找不到一个主身段 就是你前面从370上去的时候 ABC是走三波 那每一个三波里面 或三或五波 但是你看ABCX 然后X又是三波 然后A也是三波 所以你整个来讲 它其实就是一个大的卸行 现在都还没有进入到主身段 那像这种所谓的调整波 来讲的话 基本上就是卸行慢慢电高 所以接下来它是不是要面临到一个 594之后下来的B 那这个B的时间点 大概会落在哪里呢 第一个 如果我们从周期来看 370涨上去 第一段是涨五周 回五周 涨五周 回13周 这么规律 对 其实是很规律的 然后它最近这段时间 又是涨五周 那现在开始回两周 所以如果最快的五周 应该是落在7月21 也就是它的下个礼拜 就变成连准会开会7月28 那如果你要走13周的模式 就是9月8 所以要买的要再等等 对 那7月到9月中间 就看盘办事 就是也不见得股价 会在那里大跌 但是它可能就没有什么 涨升的力道 那如果台积电 固然如此的话 那大环境的指数 应该也就是被台积电 给压抑住 所以也会类似这样 所以你说第三季 要去买非常重的全值 跟全值相关的股票 我觉得不容易 所以我们才会有去定调 一个所谓的高基期 转到低基期 去找第二季没涨到 而且那些都不占指数 所以它不会去 把指数往上带 指数这段时间 就是在休息 哪些低基期的股票 我们待会来说 那第三季总是感觉 就是一个好好做功课 挑好股票的好时候 好这个医生 你刚刚你是觉得 600块是有机会吗 对不对 对 那台积电呢 在下半年 反映的苹果这样子一个题材 那上一波AI 确实把台积电 接近要往600块去推了 但是说实在 现在AI的营收呢 占台积电整个 整体营收比例 还是比较小一点点的 但是我们看台积电 这个本益比来看 现在大概是15倍到16倍左右 那辉达呢 辉达现在本益比 已经来到190倍了 当然你会说 IT设计当然本益比较高嘛 好但是我们看 那斯达克呢 那斯达克现在平均本益比 是在18倍 而微软的这个本益比 大概是36倍 这个是台积电 本益比的这个合流图 也就是相较于 过去两三年来说的话呢 疫情过后2021年 它最高快要接近 来到30倍左右这个位置 那现在其实本益比 相对是偏低的啦 大概500多块 好这个位置 所以呢如果未来呢 台积电再有拉回 我会建议呢 大家做一个比较常性的投资 因为户国神山呢 它的这个竞争力啊 确实很甩了 三星跟Intel 看不到它的车尾灯了 那再包括呢 接下来苹果 马上就要新机上市了 我们看到苹果呢 过去几年 每一次新机上市呢 除了这个去年 空头的这个反应 反应的这个 空头的这个状况之外呢 其实每一次苹果新机上市之前或之后 那台积电这个股价 K棒这个是苹果的股价 黄色这个线呢 是台积电的股价 大家可以发现它两个其实 还蛮有一致性的 那只要苹果的这个新机上市之前或之后呢 那台积电都会跟着有反应 除了去年之外 去年其实整体科技股都不好 那今年呢 其实去年的这个换机场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 因为全球的这个手机库存 这个偏高 那大家可能景气不好 换机的人也没有那么多 但是呢 到了今年苹果换机的人会比较多了 那尤其又有新的这些花样 前方式镜头啦 或是其他的这些功能 所以呢 以整体的台积电本益比来说 我认为这个地方对于外资来说 还是有吸引力的 那甚至呢 这个法人或者是各位投资朋友 你要去做一个比较长期价值投资的话 我觉得这个位置仍然是可以去注意的 那再来台积电 其实它对于整体的高阶制程 它有定价的能力啦 它不是这个 成仇制程啊 或者是随便让人家砍价的 这个要做最快的晶片啦 要用最强的这个CPU 只能找台积电了 这个全球没有 所以医生你觉得下来就是买的 对台积电 长期投资的话没问题 那短线杠杆就要注意一下 所以长期的话 我觉得下来可以去低接 对台积电的 对台积电话 这非常好 对台积电话 任何人家砍价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